韩国瑜准备的演说 跟美国学者好奇的问题 是不是代表韩国瑜这一趟的 这个美国行 已经是总统格局的出访 菲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 到高雄去跟韩国瑜见面的时候 他们就讲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去高雄跟韩国瑜见面 就是因为对他非常好奇 对高雄居然可以让国民党 在30年的民进党执政当中翻盘 觉得好奇 那菲正清观察台湾的选举 观察两岸三地 他们本来就很观察 那后续在旁生枝节 什么旅费等等的 等一下如果有谈 我们再说 那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对方的确是对这一个 完成不可能的胜利的高雄市长 感到好奇的 而当时他一月来的时候 就有问韩国瑜 你要不要选总统了 那当时韩国瑜就跟他讲 No 就说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可是即使对方对他好奇 对方也问他要不要选总统 但是不管现在答案是什么 刚韩国瑜讲 这些话题是超过市长的 的确啊 国防两岸外交 国防军事预算 这是国防 两岸在改变你怎么面对 就是两岸 整个的国家的预算 这个是一个行政院长 跟一个总统才能做的 还包含什么 包含他跟美方的这些智库接触 那也算是一种外交 所以国防两岸外交他都接触了 他说这些东西都很难 然后呢 我尽可能讲出我所理解跟观察到的 所以他也答了 所以有关于国防两岸外交 这些总统直选事情 显然他也能答 答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以后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选了总统 而且如果他胜选总统 他能做不做的好 也还不知道 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说 这些议题他必须涉猎了 那必须知道说 他其实也不是说 为了这一次去 这个哈佛的讲座 你讲演讲又有人说 这不算演讲 学术上来讲的确有差别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 但是他就是去跟 这些学者交流了嘛 我想交流好不好 不要讲讲座 也不要讲演讲 这可能赖老师更清楚了 他也是去交流啦 对方想听听你怎么说 我们名词定义都要稍微的精确一点点 不然就是互处法网 就是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你听听我怎么说嘛 那所以他去说 他对于大家对他好奇的这些议题 他怎么说 那他就去说了 所以算不算美国人想要了解 他如果有一天可能当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会怎么做 当然算是 但他会不会是 1月11号那就是一个观察点嘛 我先讲这个好了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谈到 1月11号台湾剑 不等于就是他要选总统 因为他希望这些 要回来投票啦 对对对 就是来这边跟他挥国旗 然后支持他 要他签名 喜欢他的这些侨胞们 要回来投票嘛 不管那个总统参选人是韩国瑜 还是其他的国民党的这个同志 他希望大家回来嘛 所以1月11 台湾剑表示 拜托你们要回来投票 因为这个票也都是票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显然韩国瑜这次去 他说他准备很久嘛 虽然他说他没有办法回答 而且是超过市长的 可是他也答了 他有做准备 那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 对美国的学者来讲 美国的学者跟他接触 不代表美方 有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 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报纸 不管有时候 有的媒体是比较可能 青蓝或是青绿 常会讲说美方怎么样 美方怎么样 美国的一个智库的学者 或是美国的议员 能够代表整个美国吗 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就有时候不要这个 用小小的一个议员 或是一个官员 或是现任官员 他所讲话就代表美国政府 这个大家要多看多听 总之我觉得这一次的韩国瑜 他去的意义就在于说 他至少想办法 把他的高雄的这个经验 分享到美国哈佛的 这些非诚心 这个中心的这些学者 让他们知道说 他的看法 有没有跟台湾现在 蓝绿两边的 主要的主流政治 的看法不一样 他认为 你看他的演讲内容 他也没有那个 他也没有回避 就是认为民进党的这一套 他不赞同 他认为民进党的这一套 其实离庶民太远 所以他要是接地气的力量 那但是他也称蔡总统 是我们的总统 他也不会说出国去骂总统 他只是说我的想法就是 人民需要的不是民进党 政府这几年所给的 所以也算是演讲的内容 算是有提到重点了 那我跟大家补一个 就是这两天 大家一直在谈这个事情 我也特别去问了 因为马英九正好他也去过哈佛 然后他有两个正好可以做比较 大家想说 有人向他说没有旅费 那那个其实申明已经有讲了 他是高雄市长 他这一次去美国有八天 他其中的一个行程 去哈佛的费政卿中心 去办这个讲座 Presentation 他不是整个行程到美国 是为了这个事情 那你要要求费政卿这个中心 给他所有负担 旅费跟这个机票钱 跟住宿的钱 不是不行 可是在当时一开始谈的时候 高雄市长就讲说 你不需要了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之前 他去了一次哈佛 在卸任之前 然后他还去报一个数 报那个大数 他那个时候 那一次去 我跟大家负责任的讲 就没有让哈佛帮他出钱 旅费 演讲费 跟所有的机票等等都没有 住宿费都没有 因为他是总统去出访嘛 可是马英九卸任以后 应该说前年2017年 他也去了一次 那一次他就是卸任的 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只是一个学者 马英九 而且是以前的哈佛的校友 那一次去就有旅费 有机票钱 而且有住宿费 还有演讲费 所以其实两次去 正好可以做比较嘛 你今天他这个高雄市的市长 他今天不是专为这个去的 其他很多台湾政治人物 其他县市长 或是要参选总统 大家都可以去观察 当你是一个学者 对方只是希望你来 学术交流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给你旅费 跟住宿费 但是你用学者的标准 去要求一个高雄市长的参访团 说你不要拿着旅费 表示你做的 然后是你自己要去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 也倒没有必要啦 那我也把话讲清楚了 对啊 马英九第二次去的时候 确实也有旅费啊 可是他第一次去 他还是总统现任的时候 他也没有 你说他现任之后就有旅费了 对 所以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去了哈勃那一次 也没有旅费跟演讲费 可是卸任之后就有了 所以拿这个来比较以后 就会说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不用逢什么必反 逢韩必反 逢狼必反 也没有必要 就是可能王丹跟黄国昌 讲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旅费 可是你也很清楚嘛 他不是学者韩国瑜 他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就这么简单 韩国瑜的演讲内容 美国人听了 应该会觉得是一场 不一样的演讲 所谓不一样的演讲就是 比较少人会用这个接地气 就是来作为他的这个主軸 甚至他还自我调侃 他说他是个卖彩狼 他是个土包子 他把一个台湾很庶民的 就是 把台湾流行语 介绍给美国人 对 然后他把寒流也带进去了 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讲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当然我觉得他这一次去 然后可以把台湾 这个很特殊的现象 然后他透过他的演讲 然后让美方的学者了解 我觉得美方应该会觉得说 的确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因为一般在那场合 他还是会讲得文绍绍的 就是四平八文 但他这一块凸显了韩国瑜 跟过去一般的传统政治人物 很不一样的地方 的确接地气 也符合了他的主题 让美国人了解 什么叫做接地气 这三个字 另外一个我觉得 他从一个市长的角度 他除了谈他选举如何胜选之外 我觉得他也切近了两岸的议题 两岸议题这是 我看了他的演讲稿里面 我觉得他诠释的还不错的 事实上他跟美方 他一方面告诉美方说 其实美方还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朋友 但是同时他也要跟美方传达说 他要追求的两岸关系 应该是和平 因为他同时也批判了蔡英文政府 就是不断地用挑衅 或者甚至可能会比你战争这样的说法 他连这个哨走说什么 都也把他置入进去了 我觉得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在告诉美方说 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 的一个主张 就是说在两岸关系当中 在国际关系当中 台湾有自己在扮演的角色 而不是完全的依赖美国 如果这样子是造成朋友的负担 这是不负责任 我觉得他这样的论述 我认为蛮好的 因为也让美方了解说 因为美方我猜 他们本来会预测这个 大概韩国瑜是比较是亲中的 然后可能对美方是不是 也不是那么的友善等等之类 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预测 但是韩国瑜已经表达 对美方这份友谊的肯定 也认同美方的重要 但是同时回过头来表示说 台湾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力量 然后要有能力来处理两岸关系 他这个论点跟马英九的论点 其实是蛮吻合的 他们同时他们的主张都是觉得 两岸关系是要靠自己来处理 而不是仰赖一些国际关系来处理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台湾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打印象分数的话 应该美方对于韩国瑜的基本印象 其实是会不错的 就是说是一个真诚幽默 因为有传出来说 这整场这个演讲 叫声不断 对速度传声叫声 因为他有那种自我调侃的本事 所以你如果论喜好度 跟这个喜欢的程度 应该会喜欢 但是你要论深度而言 基本上这场演讲 我个人认为 因为时间是短的 所以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探讨 所以有人预测 如果韩国瑜还要参与2020的总统大选 势必这场不算是一个真正的面试 算是他们对韩国瑜的认识 那如果还要真正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 势必他华府真正智库的论述 他就可以在国家大政的方向上面 做更深度的论述 他的演说中文本跟英文本 在中文本里面我们想观众朋友 应该感觉到很熟悉 他的语气用法 那这个确实就是韩国瑜自己本人 那么所写的 那么里面的语言文字中 有很多的认识 那就代表他很重视这次的演说 因为这个非正经研究中心主任 已经说是make a speech 我想王丹已经不要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了 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那在他的整个演说里面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演说是漂亮的 是不错的 瑕疵不多 基本上来讲也可以让这些学者 理解台湾的选举结构的变化 也理解到这种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目前从法国 美国 那么日本的东京 也已经进入到台湾来了 因为最早在日本东京发生 法国的总统先去马克宏 也就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美国的总统川普 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现在也进入台湾 已经进入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的时代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非正经的这些教授们来说 去了解目前整个世界的潮流 这股风确实已经在运转 在这个运转中 我觉得韩国瑜以他刚刚当选 而且对于台湾的政治的生态的掌握 那么精准度 他来去做诉说 我觉得这个都是成功的 这个对于这些教授来说的话 他们去理解台湾很成功 但是重点在这里 重点是在于这些教授会 最关心的是两岸问题 因为原本他们的题目是希望了解 也就是说高雄市的转变 地方政治的转变 那么到底是怎么结构 后来他们想把题目做更改 要谈两岸的问题 在整个座谈开始Q&A的 这样的一个回答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看到了 这些去的教授 他们是根据主题来的 也就是主题是要谈两岸关系 所以他提了很多的问题 都是跟两岸关系有关 那就是这个部分里面就代表 韩国瑜的简短的 20分钟的演说中 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的 琢磨不够多 不能满足这些老师的期望 所以这些老师们 他们就一直提出问题 都谈跟两岸关系有关的 例如说如果你当总统 当然他没有这么说 我直接强调 他没有这么说 NCC不要再来了 他没有这么说 他只是说未来台湾 那么两岸要怎么走 军事上要怎么走 台湾跟美国 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要怎么走 台湾参与国际活动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会一直延伸出来 这代表 代表就是说这个研究中心 他们确实很关心 两岸之间的关系 如果进入紧张 对次爆发冲突 那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 台海之间的问题 也是东北亚的相关的区域 这个国家 也都不愿意见到的 更何况 菲正清这些研究中国大陆的 学者专家 他们也担心美国 摄入了 被卷入这场战争 所以他们会很关心 两岸之间的关系 这代表菲正清研究中心的 这些学者们 他们很敏感地发现 民进党执政时期 两岸关系的本质 产生严重的变化 而这个严重的变化 会带来不可逆 或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因为彼此之间的军事对视 从经济 从政治的对视 社会文化的对视 现在在发展到军事的对视 我想美国的这些学者 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忧虑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如果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 或是民进党自己本身的话 没有体会到美国的这些 我们强调 不是美国的鹰派学者 是美国的比较独立的 超然的这些学者 对于两岸关系 可能产生冲突 他们的焦虑 在他们的关切的 程度中 在他们的提问的程度中 都已经显现出来的时候 如果民进党的执政者 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等等这些人 还是麻木不忍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把 台湾的民众的生命 当成出口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